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3日 星期四 今天是大年初三 今天是赤口 來到2月3日 繼續提醒大家 我們應該就是 明天見 2月4日 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 我們會一起 去示威 這個活動就是兩點鐘 在中國大使館外面就是有示威的集會 這個主辦單位是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 我們 自由民主燈塔 是協辦機構 我們本台 升旗易得道兩位主持 Tony和John Connor 其實我叫Johnny 和袁宮怡先生 即是袁爸爸會一同出席這個集會 明天就希望見到大家 也希望跟大家 再抽點時間聚會 再 一起去商議 就是香港人 議會的事項 好啦 那麼我們 也是 示威遊行集會 的這個 比較生手一點 我們會出席 但是我們去 協辦也是比較生疏 希望如果 跟其他組織比較 做得不好 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我們的器材也有限 因為 時間不夠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些簡單的器材 可能 抗音各方面也會有一點點困難 希望大家就留意了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香港的 疫情問題 中產地區 也相繼失守 這次 失守的地方在港島區 港島區 就是傳統的中產區 這個就是傳統的中產區 也算有錢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港島的康夷花園 康夷花園 這個地鐵站就是太古站 康夷花園就是地鐵 太古站的上蓋 反而太古城 不是他的上蓋 康夷花園就是太古 我們看到 香港港共政府對於處理那些中產區 中半山 中產區等等 以及對於處理公屋的居民 可以說是徹徹底底 就是大勢超 所以某程度上看到這些中產區 失陷 其實 某程度上 也是有一點點樂見 我們認為應該 香港政府原用你對付 葵聰川的方法 現在你看到 香港政府 對著公屋居民 對著基層市民 可以說得上就是 毫不留情 我們繼續說說疫情 然後再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這個是主頻道 星期二日報 我們現在就是後備廣播中 兩個都要訂閱啦 我們兩個都用的 還有 真是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個是備用戶口 現在就沒有用到的 但是 萬一的時候我們就會使用 所以請大家記得訂閱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的廣播 繼續 我們這個台真的沒有試過賣私人廣告 印象中是沒有 我們幫88賣廣告 完全是義務的 我們完全 丁點而沒有收過88任何的東西 當然他幫我們做一點點東西 關於抗爭的工作 那些不再說了 免得連累他 88的老闆 88裡面的那些小朋友 全部都是一些很黃的人 在2019年 站到現在 到了現在 香港幾乎倒閉了 做不住了 食肆又沒得做 所以才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黃店 我們這個做法 我們這個網台的做法 新聞媒體的做法 也是我們的堅持 我們也是繼續堅持 要用免費模式 或者叫做混合模式 你 勉強叫混合模式 就算Patreon 但是Patreon 就幾乎是 所有的媒體都叫人訂閱Patreon 換句話說 我們不可以當這是一個很大的收費模式 所以希望聽眾繼續去支持 因為我們是一個 是一個並不是建制的媒體 這才是最重要的 黃色的媒體越來越少 所以請大家 動用你的右手 打開你的Mouse 打開視窗 播放節目清單 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這些 都是不應該是很困難的事 所以應該大家都做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努力 好了 香港武漢肺炎疫情 繼續嚴峻 去到2日 即是昨天星期三 繼續 新增了116宗確診個案 每天都超過100宗 當中 116宗裏面有30宗 是源頭不明的個案 所以 就是出現我們所說的東西了 動態源頭不明 動態有清零 有動態確診 又有動態源頭不明的個案 到底你其實在搞甚麼 動態追蹤源頭不明的個案 你知道自己在搞甚麼嗎 那你不如動態 動態躺平 或者叫動態 動態不動 這樣就行嗎 你知不知道自己說的東西其實是相反的 按照 港共政府公佈的確診名單 現在 那些患者遍佈香港九龍新界 牽涉最少六十多座不同的大廈 葵聰不用說了 繼續重災區 星期三 新增16宗個案 葵方邨又有4宗 這次葵寬流 以及葵人流 九龍東又增加了20宗個案 當中 11個患者就是來自 黃大仙 來自黃大仙的彩雲村 明麗樓 黃大仙也是其中一個重災區 其他地方也 相繼出事了 連張君澳日出康城 也出現了 源頭不明個案 那麼多源頭不明個案 到底 你還怎樣去隔離追蹤呢 已經追蹤不了 源頭不明的原因就是已經等於追蹤不了 現在 簡單來說 追蹤防疫 已經已失效了 問題就來了 看你怎麼定義 你現在 又是追蹤不了 追蹤不了 你繼續搞大龍鳳防疫 那你 就是一個 沒有一致性的 防疫政策 沒有一致性的東西 其實可不可以叫做政策呢 你對朋友A的時候就說人話 對朋友B說鬼話 這個不是叫政策 政策的意思 就是對所有人是一致 才是叫政策的 如果我對所有人 做的事都不一樣 那個不是叫做政策 這些是普通的中文問題 所以就問你 香港政府 到底你現在有什麼防疫政策 是一致的呢 他真的回答不了你 他跟你說現在這個叫做動態政策 每一樣東西 Dynamic 你不是說英文 Dynamic 就可以跳過 那個一致性的嘛 我可以說很多英文字給你聽 一致性 或者叫一致 Consistence 或者叫Consistency 這個是Noun 我再說英文給你聽 那代表什麼呢 不代表任何東西的 林鄭月娥 你說動態 說動態就可以跳過了 一切公共政策 那個一致性的嘛 你正在做的事根本就不是政策 就是 隨心所欲 我告訴你這個英文叫做arbitry 你是隨心所欲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不受制約 的權力就叫arbitrary 你現在是不受制約的 不是動態清零 你現在是 喜歡 就封區 不喜歡 就不封區 喜歡就強檢 不喜歡就不強檢 喜歡要你去捉高彎 就去捉高彎 不喜歡就不用去 換句話說 你這個 絕對不是政策 你這個是 毫無 一致性 不受制約 隨意 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個根本不是防疫 最簡單的 將軍澳 日出康城 港島區 康夷花園 這些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香港政府 將整個康夷花園圍圍封 不讓居民出入 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不行啦 那個太古城來的 其實是等於 你知不知道各位 康夷花園 是葉劉淑儀的選區來的 他是當區 的民選區議員來的 他這一屆就應該不是他做 現在 就是空置了 因為剛剛那個區議員 就是 辭職 辭職的是公民黨的區議員 這個是康夷 區議會選區的名字 通常都跟地鐵站 或是當地的屋苑的名字 不相同 這個 康夷也是叫康夷 這幾個區 加起來 太古城 就是 葉劉淑儀 的票倉 這裏的選民 基本上 一就投給公民黨 二就投給葉劉淑儀 這裏的 居民的光譜就是這樣走法 基本上 所以就告訴大家 這些區域 政府不會亂搞的 是嗎 新民黨的票倉 葉太 是一個重鎮來的 他夠不夠膽跟你整區為風 然後把那些 康夷的居民困在屋裏面 然後就送飯盒給他們 你猜會不會這樣做 那當然不會 其實 你說 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 有甚麼一致性呢 不是一致的東西 就不是政策了 我可不可以推出 一個政策 每天都會改變 今天 就不准進 房間A 明天就房間B也不准進了 明天 房間C就只有我批准才准進 到了後日 房間D要問過我的朋友才可以進去 那這些是甚麼政策來的 這個不是政策 這個是你每天 根據你的心情 你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所以 教大家跟他辯論的時候 不是跟他辯論的政策成效 他現在 跟你在偷換的概念 他現在根本沒有界定過甚麼是清零 甚麼是動態清零 醫生專家 政府的團隊 出來只是跟你說成效 他沒有跟你說過 那個政策 的一致性 以及政策背後的邏輯 所以你現在這個 不就叫做不受制約 不受監察的政府 所以你藍絲 跟他講防疫所以受害 完全是觸錯用神 到最終 就是因為你的政府做的事沒有任何的一致性 所以你才看到不公平存在 是不是 你要一個政府去製造不公平的 那你跟沒有的政府 有甚麼分別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讓你回 bakalım 大概這個 那如果我們已經對你的表情